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雪景特别漂亮 这是一个谷底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锦绣冰川U型谷 看一下我的手机 这确确实实是一个U型 旁边是黄云万里 看对面是悬崖峭壁 从这边绕过来 好好的看一下这个U型谷 U型谷的景观是冰川侵蚀作用 形成的一个U型谷的谷底 大家看 这松树上还有柏树上全都是雪 对面就是雪崖 在山上经常有野猴子出没 是猕猴 发现了这边有好多的布条 这边有瀑布 树上都是冰柱啊 同舟共济的一个洞 看这 哇 这个泉水好清澈呀 樊云泉 从U型谷那边过来 准备前往狮子峰 现在呢 我已经快登上 庐山上的险峰 上来了 旁边有个便利店 没有开门 有一幅对联 然后这边有许愿的布条 看下面 这边是往山下走的路 我现在上面这个险峰上啊 给大家环视一周 看这边有同心所 风心所爱 好多人在庐山上许愿嘛 看这 圆 圆定终身 大家看一下山下 为什么把这里叫做险峰啊 因为这边确实是太选郡了 下面可就是万丈深渊了 然后 这个地方就属于险峰 因为这个石头啊 是独立的 我还有点担心这个石头掉下去 这么大一块石头 还有这么多啊 瓜子花生的猴子也经常出没 我呀 也上来 但是呢 尽量离这个边远一点 因为下雪天太滑了 我就站在这吧 不能再往前了 我现在腿有点软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啊 是有台阶的 一会儿我下去的时候啊 从这转一圈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就属于险峰 看那边 还有一个峰 那边是台阶还是分层的 我现在继续沿着下面的台阶过去啊 然后绕着山走 山间的小路在这呢 站到 争取在天黑之前啊 快点回到 那个换乘点 前面就是狮子峰 到狮子峰上 看一看 庐山 虽然没有泰山斗 但是 这山 大呀 而且山上 时不时的 就来一股雾气 然后能见度也特别低 我现在也不知道走到哪了 只能按照地图导航走 然后我觉得登庐山呢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主拐杖 为什么呀 因为庐山 这个山路也挺齐虚的 走起 如果完全徒步的话 真的是太累了 看这边 这边 有一座石桥 看 我现在呀 就从桥上穿过去 过桥之后 就快到狮子口悬崖了 看 这个时候 雾气又来了 看这个台阶 特别滑 必须得扶着这个栏杆走 过来了 快点 快点走 差点摔了一跤 这段路特别陡 看 我发现我的手有点疼 刚才登山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把手给划破了 下雪天 登庐山 一定要小心 这个台阶可真斗 终于沿着台阶上来了 上面就是 狮子口悬崖 看这一块大石头 上面写着是好运石 切换个广角 摸一摸这块石头 可以带来好运 好运石 然后现在呀 继续沿着这个悬崖往上走 上面还有一个天桥 在观光车换乘处的下面 这有一个牌子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天桥 是这样的 看中间有个断层 由此处下去 是观天桥的最佳处 这还有一个石碑 小心点 现在下去看看天桥 沿着山间的小路 下来了 找一下天桥的位置 发现那有一块石头 是不是天桥啊 诶 与刚才照片很不一样啊 可能是角度的问题 我现在从这边下来 到瀑布底下 找一个好的角度啊 感受一下这个天桥 哦 我明白了 这个天桥啊 原来是与对面的悬崖 组成的 我站在这儿啊 给大家拍一下 正好镜头切换过来 大家看 这就是天桥 看中间有一个缝隙 仿佛是天然形成的 那边是万丈悬崖 哇 真的是太壮观了 我现在呀 就到对面的悬崖上 再带大家好好看 现在从旁边绕过去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 狮子口悬崖吧 过去看看 这是悬崖的下面 从边上看一下 这边真的是特别危险啊 注意安全 来的时候必须小心 尤其是下雪天 它 这有一块大石头 还有两块小石头 这两块石头啊 特别的滑 我有点不敢上 在大石头边上看看 由于下着雪 没法分辨 这边是不是悬崖边 所以啊 我一点一点的试探 过去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下面啊 就是万丈深渊 哇 我的腿啊 瑟瑟发抖啊 有点不敢往下看了 我的妈 太危险了 然后对面还有个石头 上面不知道谁在上面写了字 啊 然后稍微的试探一下 啊 过来看一下 只能站这儿不能再往前了 不行 快点回来 我现在有点晕了 我 卧槽 站在悬崖边上 太瘆人了 现在继续 沿着山路 往前走了 那边就是大巴车的换乘 啊 所有的大巴车都在那了 我现在 抓紧前往大巴车 现在天快黑了 哇 现在大雾散去了 终于看清楚 如晴湖了 现在的气温 是接近零度左右 所以湖面的冰层啊 不结实 啊 看这边 傍晚了 亮灯了 中间是孔雀岛 有一个亭子 雪很厚 然后亭子的中心位置 没有冰层 对面的灯特别亮 那边就是花镜 花镜亭 以及 草炉的方向 正好啊 晚上 傍晚 和白天的大雾 形成了一个对比 哇 终于看清楚了 庐山的真面目了 我现在要抓紧乘车 然后上小镇上 找一个住的地方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结束了 有一点 哪就是